先看一下DHCP DHCP是一个什么东西 DHCP是一个协议 叫动态主机配置期 它是一个什么层的协议 大家想想 它是属于什么层的协议 它是属于应用层的一个协议 应用层的一个协议 首先我们在大型网络中 会有大量的主机和设备 是需要去配IP的 但是我们如果一台一台配 肯定很麻烦是不是 那我们直接在网络中不属一台 DHCP的服务器 让它去分配这些 自己去协议分配这些IP地址 那就不用说我们人工啊 一个一个配 那么人工一个一个配 它第一个是工作量大问题 第二个呢 冲突 有时候你可能 哪一台机配一样IP你也不知道 也冲突了 那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作用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内容啊 我们本期更学的内容呢 它的应用场景 我们把这一个 DHCP部署在哪里 以及它的一个原理啊 原理就是怎么去获取地址 哎 怎么把地址 或者说我这些地址 我不想用的时候 我该怎么做 还有一些配置 配置的话就会有两种配置啊 一个是地址式的配置 还有另一个是 一个是接口地址式的配置 另一个是全局地址式的配置 来看一下应用场景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两个 两个这样东西啊 一个叫客户端 一个叫服务器 那么客户端是要去获取这些IP地址了 像谁获取呢 像这个服务器就获取 那么这个服务器 就是给这些客户端去分配 这些IP地址了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那DHCP它最主要一个 那我这客户端可以是一台电脑 也可以是一台手机 包括任何的什么用户设备啊 我只要是连接到网络了 我都可以配这个DHCP的一个 扣端 扣端啊叫扣端 我都可以属于这个DHCP扣端 那么这个服务器 我们这个服务器它就很多种了 可以是路由器 或者说交换机交换机也是可以做的 放弱墙也可以 只要是网络设备 网络设备基本上都是有这功能的 网络设备 然后是一个什么呢 然后是服务器 就是那种我们常见的什么Winserver 2008之下都是可以做的 服务器以及什么呢 以及软件 我们在某台电脑安装上一个软件 操作系统包括是像什么Windows 操作系统它也是可以的 反正这个服务器它是有多种不样的一个服务器 然后最主要 我们看一下他们是通过怎么去获取呢 首先我们是要把这些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啊 而且我这个服务器和客户端 我们必须是在同一个广播余 为什么呢 我们待会再看一起看一下 先把这个问题保留着 首先看一下 电脑GP它里面去报文 就是说我们去获取IP地址和分配IP地址 我们要用到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报文 首先是第一个电脑GP的Discount报文 那首先我这个客户端 我是不知道服务器它一个IP的 是不是 所以我不需要用这个报文啊 去找到这个服务器 寻找这个服务器 再看一下offer offer报文要干什么呢 offer报文是服务器收到这个Discount报文之后呢 会给发送这个Discount报文的一个客户端 去给他发一个off报文 那么里面有什么有这种配置 就是说一些IP啊 网关啊DNS之类的 他去告诉他 各种配置信息 包括他的一个IP 如果说客户大家去使用的话 收到之后啊 收到这个offer报文之后呢 就会去请求确认啊 哎你这个地址 你这个之前给我分的地址 可能有没有可能分配错了 或者说啊你这个地址 有没有可能 你分给我的时候 家人在使用呢 要去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 那这个叙述 书系啊 后面再说 后面再说 他是一个请求配置 确认的一个报文 然后我 然后对应的时候 我客户端收到offer报文之后 我就会给他 马上给这个服务器 发 是客户端给服务器发的 这么一个报文 那么我这个服务器收到这个报文之后呢 就给可能会给他回应这个A7K 也有可能会给他回应这个NAK 一个是确认吗 确认想也说啊 你不是说 之前不是说给我发一个确认吗 你这些参数有没有配置错误了 哎 然后我跟你说回一个确认 哎我这些参数都正确了 你去使用吧 然后这个NAK 就说哎 你这个你这些参数啊 有一部分错的 然后我这个客户端收到这个NAK之后呢 我就重新来一遍 重新来一遍走一遍这个流程 走流程 因为我们这个IP地址不可能直接去获得 要走流程去获得 再看一下后面的 release一个报文 就说这个IP我不用了 因为这个IP他是一种资源吗 我不用了 然后我要去告诉这客户端 我要去告诉这个服务器 哎我这个IP我不用了 你拿去分给别人用吗 就是这么几种报文类型啊 六种 那现在看一下 工作原料 那首先来看一下 主机 发送 我开启这个DHCP客户端之后啊 我就立马发送一个 DHCP Discard一个报文 发送给谁呢 是广播发送 就说 所有的设备我都收到这一个报文 对吧 那只有谁回应呢 只有服务器才会回应 服务器才会回应 然后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里面内容啊是 包含 呃 被配置参数啊 这个叫被配置参数 就是说我想要什么类型的一个配置啊 比如说我想要DNS服务器的地址 比如说我想要IP 我想要它的研码 这都是一些被配置的一个参数 然后服务器收到之后呢 我就回应了 回应 怎么回应呢 回应 是服务器 是服务器 像这个客户端一般来说都是单播啊 单播 它不可能是广播了 因为里面分配的IP地址 比如说我给你分一个 192.168.1.1 那我们广播给所有的人都让它去分配吗 不可能的 一般说都是单播啊 一对一 里面有一些包含一些配置参数 比如说 IP DNS 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 我去告诉他 告诉他之后呢 我主机A收到之后 我就给他回应一条 request叫请求 然后我要确认一下我这个参数 你之前给我分配这些什么IP啊 DNS 我是不是可用的 我究竟能不能用 确认一遍 然后最后会给DGB啊 会给他回一个ACK 来表示你这个参数是能这样使用的 如果回应的是一个AEK呢 我就重新来一遍啊 我这个主机收到之后 重新来一遍 流程重新走一遍 是特别了吧 但是这是为了 这是一个需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啊 DHCP 收一下 随便找一个 来看一下 来就是这四个看到没有 这四个啊 这个能放大了 还是随便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怎么发的 是广播放送对吧 他是一个什么报文什么类型的 是offer报文对吧 来看一下 原是谁 原是我这台客户端的一个内容地址对吧 目标是广播 然后看一下IPV4啊 原是谁 原有没有 原是四个零 表示我没有IP地址吧 目的是广播对吧 四个五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怎么发 因为他我这一个是应用层的 应用层的一个鞋 所以他一定会有这个端头 他是 怎么发呢 来看一下 那么客户端的一个端口是68 像 谁发了 像这个 这个服务器的67端口发 68像67发 这是UDP的一个帮忙 看一下 后面的 看一下这个类型 类型什么呢 这个类型啊 消息类型 这个叫 硬件类型 或者说我数据内容成了一个类型啊 这个是以太网 它就是01 还有这一个跳速看到没有 跳速 跳速啊 那个跳速就是经过一台游戏加一跳吧 但是这里我们是直连 直连的话是零跳 再看一下后面的客户端的一个IP地址是没有对吧 然后这里也是没有了 这里的话是指 服务器给客户端设置的一个IP啊 这里是没有的 看一下还有这个服务器的IP 然后这里是客户端的一个Mac地址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是一个填充填充之段 再看一下这个 叫魔术 缓存了 电起GP 这个不管了 他就后面了 后面这什么内容呢 Opus很一啊 电起GP的一个消息类型 是一是一个Discover的一个 数据数据保护手术报文 看一下 呃 这个是最大跌起CP一个消息尺寸 或者说消息大小 最大的话是1152 这个我们不用去管他 然后这个是客户端的一个标识 客户端的一个标识啊 这么长 主机名主机名我们看一下主机名叫什么呢 阿灵 阿灵啊 就是说我这客户端 他主机名叫阿灵吗 看一下后面的 这个叫请求 被配置参数一些列表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是我请求一个研码 这个呢 DX的服务器 域名 然后这也是一个 啊这是一个很老旧一个什么服务器啊 NetPost啊 这个服务器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网关 大家不要看不要看 他解释成ROTA就是ROTA 这个是网关 还有路由 路由也是可以通过DXGP去分配的 知道吧 路由 然后这是什么 什么地址啊 地址 然后后面就是在填上书上 啊这是一个底子cover类型的一个报文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offer 是我这个服务器收到这个底子cover之后呢 就给他回怎么回呢 哎这个怎么是广播 看一下 哎他这个正常来说应该单播啊 单播 这个这个的话我们待会再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是四颗的 我华为啊华为的话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是他确确实实是有广播类型的 看一下 客户端的一个原原是谁呢 是这个 服务器啊 服务器的麦克地址 通常他也是广播文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 零点一 由于我服务器是有IP的 所以这里的原是零点一 然后UTP我们看了 看在这里 我这个服务器给客户到分配IP多少 是不是零点三 看没有零点三 看一下后面啊 后面还有一个是 DHCP服务器的一个标识 他是以IP来标识的 IP 再看一下后面的 这个叫什么呢 租期 租期啊 因为我获取IP地址呢 我是相当像服务器租用这么一个IP地址嘛 我是有时间限制的 知道吧 所以这都是一个资源 那么我这个客户端向服务器申请IP呢 我是申请完之后 我是事实上是注用这一个IP啊 注用 因为你这个IP要给很多人用嘛 注用啊 是租期 然后这个是 什么续租的一个时间啊 就是说我注用了这个IP多少秒之后呢 我就要去进行一次续租 续租 然后这个是充满另一个时间 这个我们后面就讲 野马看到没有野马 然后这一个是网关 域名服务器0.1 1.1啊 然后就没了 看一下第三个部分请求 我扣到收到这个 off报文之后我就会 像对应的像服务器啊 回应一个 什么呢回应一个请求啊 请求比如说看一下 这里有什么内容呢 看一下 这标是我们看到的 地址看到没有 请求的IP地址 就说我这个地址能不能用 然后这个叫什么呢 出气啊 你确认一下出气啊 是不是六十秒 确认一下 要确认一下 然后主机的一个名字 好这一下 这些啊这些他就不这些他就不用确认了 他主要是确认这个IP以及出气啊 正不正确 确认如果正常来说啊 正确的话 我们服务器会给这客户端 回应一个什么呢 看一下 回应一个ACK 确认啊 去给他做确认 然后这个这里面参数呢 依旧是那些参数啊 比如说野马什么都有啊 那么就是一整个的过程 然后我们出去东西啊 就说我们租这个IP 我们去分配这个IP的时候 相当于去租这个IP啊 因为他是一个资源 然后我们如果 住月啊到达50%的时候 那就像我们去租房子吧 是不是 如果你想要后面再去跟他申请 去租他的房子 你是租到一半就要跟他去申请去租 但是我们人的话就不用了 我们人的话到期跟他去租 是吧 但是我们这里getcp呢 是到达50%的时候 就要去跟他去申请去租 去租 去租 去租就给他发送一个 请求类型的报道 在这里面 看一下 是这一个 看一下他的一个消息类型请求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是一个单 他是什么类型呢 广 不是啊 这一个 这一个才是啊 这个应该是从网定的一个看一下 这个这个是续租的一个报文 看一下里面内容啊 客户当的IP 客户当的IP 然后以及是消息类型请求 看一下后面的 主机名字 主机名字 依旧是主机名字啊 请求叙述啊 就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请求类型报文 去叙述 正常的时候我会给你回应一个ack对吧 来告诉你这个续租吧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 我这个服务器是有去管理这个IP的吗 那我这个对应的话里面有一个 就给你加上这个时间 然后再看一下这一个啊 创立如果我之前啊 续租的时候跟你申请 我发送给你发自请求 你这个服务器没法回应我 然后我就等到什么时候 继续等吗 我这个IP我就继续用 用到剩下这么一段时间 就说剩下1%的一段时间的时候 不用我租期过了7%之后呢 就给他回应了 再给他发送一条 什么呢 request叫请求 又给他再给他继续 叙述啊 如果正常的时候他回应到一个 收到一个ack 他这个地址他就继续使用了 同时租期他会刷新 租期他就刷新 如果是收到一个拒绝呢 啊 就说你这个IP地址不能去用了 那怎么办呢 再想想 来看一下 那我这个收到拒绝之后 哎 我就会 立马去释放一个 把地址停止使用 同时 发送这样一个报文 告诉他这个地址我不用了 还给你了 那这个是地址释放 那么还有几个场景 比如说我电脑关机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这个IP地址是相当于我不用了 那这个时候他同样会给这个服务器 发送这一个报文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电脑关机要用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他去保存一些文件以及做一些协议啊 比如说我要去给他关机 或者说我们正在连接网络的时候 我们去访问网页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TCP连接 那我们是要给他去把这个连接给关闭掉了 都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他去 啊 不是 是由客户端主动去给他发 告诉这个服务器 这个地址分配给其他人去使用 能不能理解 这是这么几个场景啊 所以我们总的来说 地址 配置的话 配置我们直接啦 配置的话 配置的话 那很简单啊 加好加好加好这个交换机吧 我放入加笔下 先把它启动一下 那这个交换机是啥都可以不用干了 把他扫大事就可以了 反正一般题目没要求要你去配导 你就不要尽量不要去配了 这个这个接口我们不用去管 接口 放大一下 就这样一个透明 就这样一个透明 透明 ok 我们去连接一下 这个能看到吗 这样看的更舒服一点 然后我们去是G020先来配开 配开 先来讲一下接口地址时的一个配置 接口地址时我们怎么做呢 刚刚讲到接口地址时了 这里是有两种地址时的 一种是接口 一种是全局 那这里的话配置我们主要是讲的是 我们在这个华为 设备上的一个配置 像其他什么那些windows server 2008 你们就自己去搜索一下 那个你们要 那个的话你们要自己去装装一个服务器 那个 那这里的话我们一般用这种设备就可以搞定 可以直接搞定啊 那首先是地址时的配置 接口地址时了 那不管怎么样 先把这一个 Nable开起来 Nable 要怎么怎么做呢 进行接口啊 G020来看一下 我这个主机 跟这个 网络设备连接一个接口是G020.0嘛 对吧我不是G020.1 也不是G020.2 那我们进行对接口啊 然后先配IP 接口地址时一定要配IP啊 所以192.168 1.254这一个地址 对吧 好看到没有 配置完之后就会有这样一条命令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IP Display IP interface break 看一下 那首先啊是一个 这是一个 接口 接口然后它的一个状态啊 物理的一个状态 协议的状态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G020 它的一个IP是1.254 物理状态是开启 以及它这一个 协议状态 就是说我这个IP协议 它也是开启了 好对了 然后我们怎么做呢 很简单 接下来 接下来 DHCP 出DHCP Select 选择 interface 接口地址时模式 回车 好搞定 搞定了 这就搞定了 然后我们去获取一下 来我们去抓个包啊 看一下 嗯已经结束了 那么它已经获取完了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台设备啊 获取一下什么IP啊 IP 看这个 看一下 他后期IP有没有后期的 1.253对吧 他这一个地址呢 网关啊1.254 他做基本操作啊 那比如说我给他想想给他配置一个 DHCP的服务器怎么做呢 那么看一下 他在这里DHCP sever sever DNS list refined DNS服务器的一表 我们去ability 8. 八点 八点八点八 这个时候有没有 这个时候pc有没有没有是不是 我们是要重新获取一遍 怎么重新获取了 Renew 看一下 它是重新来一遍 走一遍流传 看到没有 重新走一遍了 几时看我offer 这个生存树很烦 我把这个生存树关掉 这包网站太多了 我把这个生存树这一部分包网关掉了 OK 我们关掉了 这个生存树了 来看一下 那么我刚刚有一点没讲到 我最后收到这个ACK之后 我这个主机还连续发三次这种免费ARP 去确认我这个地址有没有冲突 能不能办 最后获取到IP地址之后 我还做了一个 还会做的一个内容啊 去发送三次免费ARP 去检测这一个IP地址的一个冲突 能不能理解 可以是吧 那么看一下后面呢 刚刚讲的是接口地址 当然还有一个 dlcp server 这条命令有什么用呢 这条不是配置主机啊 server 这个叫 排除IP地址 也就是说我给他分配的是一个网段嘛 那这个网段里面有一些IP地址啊 我是可以不用分配给这些扣 我是不能分配给这些扣端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用这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啊 比如说 我有我这个是一点一点一这个网站对吧 我我里面有一个服务器 它是一点一百 那么我们都知道一点一百 叫你做一台服务器 你这个IP能不能随便随便 那我们去输这个IP地址啊 把这个加 输进去啊 比如说 像这样 192.168.1.100 哎 我说这条命令之后 我 我这个服务器啊 我就不会把这个地址分配分配给其他的客户端了 什么理解 还有 看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是配置一个主器 list list 出去 来 时间 这是一天啊 对 天啊 0到9899 0天 看一下小时 OK 0小时 这后面还有吗 分钟啊 这也是0到59 那我是个20分钟吗 后面还有吗 还没有了 那这给他 配置给他写一下 这是一个接口地址式的一个配置 那首先怎么做呢 来写一下点击CP 接口 例子 10 首先我们要在 新手下 币下下 币下下系统系统试图 接起CP 你会保 我们要去开吓 我们要去开吓这一个 那么这个字能不能放大一点 开启 开吓 开吓 怎么做呢 这接口的意思啊 进到 进到一个接口 interface 距0 0-0-0 这个接口 是在客户端和 路由器 项链那个接口 配置 这个我就不写了 然后ip address 192.168. 1.254 注意啊这里 这这一个的话 一定要配置IP 配置 IP dhcp slack 一个face 这里是减小 选择 dhcp 服 dhcp 服务器 模式 是这一个 接口 地址池的一个模式 设置 设置 OK设置完之后呢 其实 就已经搞定了 他这里面给这些 扣断分配一个网段 就是这个接口 所在一个网段 网关 就是这一个接口的IP dhcp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他比如说我还想配置一些什么 dns服务器呢 这个是配置 这个是配置 dns 武器 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 server dns服务器 这个是 配置 配置什么 配置主器对吧 主器 还有吗 想想 还有一个是dhcp s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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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啊 排出了一个IP地址 不用 不用 你排出很多个人 直接在后面加就行了 配置 排除 的IP 那比如说我想 dhcp srver 我想排一次性排除很多个 怎么去排除呢 192.168.1.1 到末尾看到没有 the end 192.168.1 1.20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排出了一整段 从1到20 这20个IP全都 全都被 排除掉了 那如果你想一条一条 你讲配置 就配置什么了 配置单个 比如说 我先排出个1.1 我排出个1.3 再排出个1.5啊 这不是很简单吗 你就按命令键上吗 按按按 按那个方 上键的上 他会去 选出这一个命令啊 那你就再敲吗 一条一条敲就好了 他如果是不连续的 连续的话你可以这样做 直接1 1.1到1.20 我们看一下 放起来看到没有 1.1 这里有在 我再选一个 选一个1.2到 1.8 1.8到 192.168.1.11看一下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地址 他在地址池里面的内容 那现在我们排出多少个 一个 一个不能分配 这也是8 8 9 10 这四个对吧 这里还有三个 那这里就一共八个 Display IPPool Interface G0.0 0 来看一下 电析IPPool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PoT 就DisplayIPPool是吧 我觉得是可以带带这个 去0 0.0 这样可以吗 不行 就这样吧 这个 这里有了 DisplayIPPool看一下 这个是接口地址池 那么这个他名字就是这个接口的一个名字 他的一个网关 1.254 研码 以及这一个看一下 253 总的是253 然后这是什么呢 正在使用的是一个 1 一个地址正在被使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 idle 这个是未分配的地址 这个是未分配的地址 未分配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的话我们去查一下 看一下 这个叫 吸满了 主器已经满IP 就是说我这个分配出去IP 我主器满了 但是我没有收到这个主机发过来这个叙述的一个报文 我就认为他 我就会有这么一个状态 看一下这个叫什么 这个好像是冲突啊 看一下 冲突的 就是说我分配出去这个IP 哎我我是从图的就是说可能同时分配给两个主机 有一个 这个是没有的 后面disable 哎 8个看到没有 就是说不能分配给一下主机了是8个 正应的上就是我们之前配置的这8个吗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之前配置的这8个 那所以的话这是我们一整个地址 接口地址 看一下后面呢 后面我们再讲一个全局地址的位置 全局啊 全局怎么搞呢 我们先把这个接口地址给干掉 去0-0-0 我先把这个干掉 太麻烦了我们先把他整整个节址掉 Undo 你的费是 去0-0-0-0 清 把这一个 清不掉了 那我只能一条一条三吗 应该被去0-0-0-0 或者说 我们去把那个 接取CP 关掉 应该被去0-0-0-0 看一下啊没了没有 我们再去把他开启一下 这CP以后 那注意了你你之前关的时候你配置了 你配置了所有的这个DCP服务器啊都会去关掉 一般来说这个命令啊 不能去交吧 那我清掉远 因为拥有这个跌起CP的一个配置 那在去0-0-0 我们去 这里我们要先建一个地址 ippool 地址 这个名字我们可以随便起 名字的话 几个test测试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在里面啊分配一个网段 就说你给这个后端分配一个网段 network 我比如说给他分配一个1.0到一个网段 1.0个网段 研码 这里可以直接回车看到没有 你直接回车他他就默认这个网段 是一个 主类的一个网段也就是说你这个192168不是系列的吗 那他默认研码多少 24他就认为你这一个 是24的一个研码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什么桥 但是我们这里就是24嘛 桥不桥无所谅 然后配置什么呢网关 网关是1.254对吧这个我们要加什么配置 那这个时候 配用为什么 这个时候那什么情况了 进口全局地址 那有的时候我网关 我不一定是这个接口的ip 那我就要用这个全局地址了 知道吧 有时候我的网关 我给这些客户到分配网关 可能不一定是我这一个接口的ip 我就给他 所以我就要用这个全局地址 还有什么呢 出期 这里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跌机去收了 就打个list就好了 出期 他还有这一个 排除了ip地址看到没有 就这么多啊 给他复制一下 呃我们去把这个 然后是这一个 这个给他配置一个 网关 然后是一个配置网关 然后这一个是 配置主席啊 下面这一个是 配置 排除了ip地址 那还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看 敲公关号看一下 比如说我可以敲 这些这些不用管的 这些是其他一些命令 来敲一个dns看到没有 给他配置dns 弗鞋的一个对表 我当然可以去配置这些域名之类的 域名之类的 这东西 还有什么呢 但一般来说我们这一些 我们现在 这几条命令就够用了 这两条 这么几条就够用了 学校 这一个叫 放进地址 然后这一个什么呢 这一个我们要去 在地址是里面啊 去干什么呢 黑子网段 地址 一个网段 这个什么的配置网关 这条命令啊配置网关 这个是配置出去 这个是 配置 叫部分配的ip啊 复分配配都是一样的 这两个命令都是一样的 这个意思啊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要怎么做了 推出 推出 推出来 配置网地址之后 配置推出来 全家式进到那个接口 距0-0-0 接机cb stack 全局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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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就用这台pc 就包看一下 把这些关了 pc 它是二十五秒地址啊 看到没有 然后点一下跌起习笔 我看一下 好了 再点一下 来看一下 点一下英文 来看到没有 立马发了一个 底子看我看到没有 是立马搞定了 看一下IP卡费卡 哎 这个时候冲突了为什么 1.253 是因为我们之前这个阿姨 已经获取到是吧 看一下 他没他还没 他这个 租期还没到期吗 当时我们是把那个清掉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来一遍 重新获取一遍 看一下 看一下 IP卡费个 哎 或者我老看到没有 那这个时候我这边 看一下 他现在还是没有 因为他是冲突嘛 冲突这有没有给他回应拒绝 这直接是A7 看到没有 所以他就不会去使用这个IP啊 所以后面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 我 获取到分配这个IP地址之后呢 就是我获取到地址之后呢 为什么还去发送三次免费IP呢 就是为了保证 我这个网络中没有重复的IP地址 就这样的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会去看到 这有一个 三次免费IP 这只发一次啊 因为他检测到了嘛 他就不发了 所以这这一个的话 就这样的我们可以去拼一下 我们拼一下隔壁的1.253 我这个是pc嘛 去拼一下pc2 那最近的话pc2他是不是现在没有IP的 那我们怎么做了 重新获取一遍了 同样输个命令 ipconfig -renew 对吧 或者说我去 把这一个地址啊 设成静态 再把它给改回DGCP一样了 反正有很多种方法的 OK又来一遍 有没有 啊就是这这就是一整个 配置 配置那剩下时间给你们自己去 练习一下 剩下时间 当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这个地址啊 呃这个地址词 我们去看一下 DISPLAY DISPLAY IPPOOL 用这个去看 我们刚创建什么地址词 TEST地址词 回事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他的名字 出期看到没有 出期一天 他这个网关 研码 看到没有 1.1到1.254 就是说这一段 是能去分配给 分配给这一主机 用这个网段 以及他总的一个 可用的一个主机数啊 可分配的一个IP 正在使用的一个IP 以及这一个 未分配的一个IP 看到没有 就这些 让你们 给 实践 这个的话 给你们 30分钟吧 先休息10分钟 再给你们30分钟 去把那个时间收一下 他这个时间 这拓补 其实没什么好发的 就这样拉吧 像我这样拉一下就好了 拿个拉台 交换机 拉台路由器 你把它连上去就好了 很简单了 注意啊 接口编号 一定不要进入接口了 接口编号 对